一周你們平安 平安 就如同劉長老講的 這段經文是我們再熟悉不過的經文 讓我們透過今天早上 我們再一次的來思想 這個經文要告訴我們 或是這個經文 我們可以彼此再次的重新來學習的 在大概七八年前 德國有一個蠻有名的 十秒鐘驚險的畫面比賽 得獎的就是一個火車軌道的交接時刻 為什麼這一個畫面是可以得獎的呢 為什麼 就是在這兩個火車過來的時候 那個畫面仔細看 居然有一個小孩 而且這個小孩可能是有一點 那個畫面呈現出來 就是那個小孩其實是 他有點是智能不足的小孩 可是就在這個時候 火車要交回的時候 他的父親一個命令叫他握倒 哇 他就這樣子逃過危險 就這十秒鐘 那麼可以說 這個命令保護了這個小孩子 那同時呢 在看這段影片的這個命令呢 除了這個命令保護這個小孩子以外 這個命令也表示說 他跟他的父親有什麼 有深厚的關係在裡面 因為他的父親下這樣的命令的話 下這樣的命令他不會去質疑 不會去疑惑 不會去認為說 欸 為什麼 為什麼要這麼做 我們可以說他的順服 是他在危險的時候 存留下來 那我們基督徒呢 常常被人家提醒的 除了常常喜樂 凡事 禱告 不外乎就是愛人如己 彼此相愛 那我們可以說什麼 愛人如己 火險時刻是他存活下來 愛人如己 愛人如己是 在舊友裡面常常提到 要愛你的臨舍 愛人如己 他是單向的 那彼此相愛 彼此相愛我們可以說 他是怎麼樣子 雙 雙向的 那有的時候 我們會感受不到別人的愛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等別人 來愛我們 但是實際上呢 愛是要怎麼樣子 愛是要怎麼樣子 互相採取行動的 同時呢 我們可以想像一個畫面 就是有一張很大的椅子 那上面可能配上很好的餐具 裡面大的椅子 配上高規格大的餐具 那桌上可能我們會看見 欸 擺滿各式各樣的家 家搖 那 在這樣子的 滿座的家搖當中 有可能我們有聽過這個故事 天堂跟地獄的差別在哪裡 天堂跟地獄的差別在哪裡 有人笑了 有聽過 在地獄的畫面 這些家養 你看長長的筷子 配上好吃的東西 按照我們的人 人性蛋糕點心的話 我們是不是趕快拿來吃 可是我們剛才有講到說 他是大規格的餐具 可能沒有辦法吃 而且呢 用人性來 在展現的話 是一個你真我度的畫面 在當中 可是呢 如果是在天堂 跟地獄的差別 在天堂的話 他可能就是拿這個筷子 來為對方豐盛的家養 在當中 是不是剛才我們所看的 都可以吃得到這些東西 所以這就是天堂跟地獄的差別 在這裡 所以菲律比書的二章四節 這邊有提到說 我們不要去顧自己的事 也要顧別人的事 那我們今天談到的這個經文 他的背景是其實是公關福音 就是馬太馬可 路加福音書 在耶穌卷裡面有記載說 耶穌跟他的門徒 這些三年多的門徒 一起在逾越節吃晚餐 他們去設立一個聖餐的典禮 那吃飯的時候 耶穌就對他們說了 這一些話 在路加福音的二十二章 就是說 吃完飯後 然後耶穌就拿著餅 祝福對他們說 這是我的身體 為你們捨得 又拿起杯來告訴這些門徒說 這是我的血 為你們所立的新約 是為你們流出來 這是我們這一段經文 在十三章 在我們這一段的經文 去展現出 他的背景 是在主耶穌要被賣的之前 其實在約翰福音 他去記載 當天耶穌除了設立晚餐的聖餐之外 還有兩件很重要的事情 耶穌在這一段經文的前面 耶穌提醒他們 要除了為他們每一位門徒洗腳之外 還跟他們講說 你們要彼此洗腳 另外呢 就是交代了 彼此洗腳之外 另外就是交代了我們今天 所說的這一段話 就是 你要叫你們彼此相愛 他用這個洗腳的方式 來告訴他們說 去做一個示範 來告訴他們 怎麼叫做彼此相愛 有可能我們在現在的其他的信仰 或者是小學生啊 或者是學校 有一些洗腳的一些儀儀式 其實呢 我們講模仿也好 其實都源自出於我們這個信仰 其實你注意看 後來有一些其他的宗教 他們也可能有這樣子的行為出來 但其實都是源自於我們 這樣子的信仰的意義在裡面 那我們可以提到說 欸這個命令 耶穌一滴 他一出來他就用什麼 他說 我賜 我賜的話來表示說 這個命令 是來自於他的 因為我們剛才有講到說 要愛你的靈社 要愛人如己 這個都是在舊約的 但是新約的這一段話 彼此相愛 是他講的不一樣 其實耶穌在當時候 傳福音的時候 他常常引用在舊約的話語 來宣講福音 因為他不希望去引起 猶太人的領袖 他們的誤解或反彈 所以他會提醒他們 他會提醒他們什麼 他們提醒說 不要認為我是要來廢掉律法的 我不是要廢掉是要成全 但是在這一句話裡面 他用彼此相愛 來表示說 這是我所交代的話 這個是成為我 門徒唯一領受的命令 所以他用我賜 我賜也同時也表示什麼 表示於他的授權是直接來自上帝 因為我們在約翰福音的十三章三節 在最前面那邊 在最前面那邊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我自來自於說 耶穌知道說 他授權於上帝之外 其實他又怎麼樣子 他也知道說 其實父把萬有天 都交在他的手裡 他知道他是從父出的 而且最終要歸到父那裡 所以他在這一段經營的剛開始 他用我賜這個來表 表示說 欸這個跟我以前說的不一樣 再來是我們也可以提到就是說 他用了彼此這個字 我們剛才講到說 在要愛人如己 愛人如己 要愛你的臨色 他在這邊用彼此 不再是用過去單向的 我施給你 你接受 他在這裡講的是怎麼樣 講的是 我施給你 同樣的 我也從他人那裡去接受 是一種 是一種 生命是一種 雙雙向的 是一種 雙雙向的過程 這個是從愛人如己 到彼此相愛的一個過程當中 是從單面的 變成是 雙向互動的 我給你 同樣的 我也從你這個當中 去得到餵養 有時候我們會 這是門徒之間 可以互相做的 一個交流的事情 其實有時候也是指 我們在教會裡面 要有彼此相愛的見證 怎麼說呢 我們常常被提醒說 咦 我們基督徒要學習什麼 要學習 其實這個彼此也提醒我們 要學習是被愛 學習承認 我們是需要這個愛的 甚至是被愛的 有時候我們不願意去跟人家 分享我們的軟弱 或者是不去跟人家說 我們的需要 因為裡面夾答什麼 裡面夾答的有可能是 我沒有信心啊 而且我說出我的軟弱的時候 這是沒有見證的 但是呢 他這裡講的 彼此的相愛是怎麼樣子 是建立在耶穌基督的愛上面 我們是一種家人的關係 我們可以在這當中 互相的做交流 沒有 不是說給予 還從這個門徒 這個團體當中 我們被餵了 因為有時候我們都要表現出 哎呀 我可以的 我行的 但是沒有 他在這邊講的是彼此 有時候我們不只是給予 我們還在這當中 互相的 因為在耶穌基督的愛裡面 互相的去得到造就 是一種家人當中的一種愛 我們可以講到 同樣的我們可以舉個例子 比如說在家裡裡面 小孩子生病受 父母的感受有可能是 著急不好受 或者是有好的表現的時候 是不是我們的父母 家人也覺得感到很開心 很榮耀的事情 因為當別人來讚美的時候 表示什麼 表示說 我們是同一個家人 我們是因為這樣的事情 歡喜快樂 也因為這樣的事情難過 是一個可以彼此 在這個團系裡面 在這個關係裡面 互相去建造 互相去連結的 就像每一次我們在小組裡面 當我們 越在上帝 越在耶穌基督的愛裡面的時候 我們就要經歷 家人般的 互相的扶持 像家人般 因為有時候 有可能 我們的問題 我們沒有辦法跟別人說 但是我們可以透過 在耶穌基督裡 我們都是門徒 互相的去建造 互相的去幫忙 互相的餵餵養 這就是這一段話 耶穌給他的門徒說 你們要在生命當中 去彼此相愛 這是他給門徒的命令 那這個命令有什麼意思呢 我怎樣愛你們 你們也要彼此相愛 他是怎麼樣子 他是從一個以自己為標準 到什麼 到以耶穌為標準 因為耶穌怎麼做 門徒要怎麼做 我們剛才有提到說 耶穌為他們來洗腳 因為在那一個地方 中東的地方 他們穿的鞋子 我們都是知道 他在走路的時候 會長滿灰塵 所以他們一進屋子裡面 都被洗腳 但是呢 他在這裡是耶穌來為他們洗腳 其實這四個在當時候 是很普遍 但是怎麼樣 很卑賤的一個工作 是仆人天天 要服侍從外面回來的主人的工作 但是耶穌為他們做了這樣子的榜樣 甚至是怎麼樣子 甚至是很謙卑的 來做這個仆人 來去領 來去學 叫這個門徒去學醒 甚至去領受 這樣子的一個 在主裡面 在我裡面 得安 得安息 我們有提過 安息跟休息不一樣 休息有時候是 越越休息 越越累喔 但是真的在主裡面 安息不一樣的 普洋德這一段經文 菲律比書的二章六 而且這段經文是 他是從神 然後成為人 然後再成為奴國 來服侍我們 耶穌用在當時候 生活當中的景象 並且實際去參與去做 來告訴他們 我們可以講到說 有時候我們會看到的是 世人看那個教會 是一個很高聳的建築物 但是呢 上帝再一次的透過耶穌 來告訴我們說 其實吸引我們 吸引他的 是那個彼此相愛的 之間的關係在裡面 那我們可以提到說 這個剛才是他的意義 那我們行動是怎麼樣子 從這一段經文 我們可以看到是 學祖犧牲 因為我們謀招 我們是透過耶穌 給我們榜樣 然後跟著他行 學祖犧牲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幅圖畫 這是一個德國文藝復興時候 很有名的一個畫家 現在已經五百年了 但是他還是非常有名 其實他背後有一個意義 他背後有一段故事 就是他的朋友 為他犧牲的愛 這是杜樂 因為杜樂他年幼的時候 非常貧困 所以沒有辦法去謀生跟學話 但是他認識了一個 跟他同樣情境的朋友 所以兩個就約好說 我們一起來學畫 那約好之後 有些事情是很實際的溫溫力 所以另外一個朋友 雖然約好一起學畫 但是另外一個朋友 就這樣子工作 來供應他學費 那等到成了之後 學好之後 就可以賺錢賣畫 然後再換另外一個朋友 去學畫 這是他們一剛開始的想法 約定 因為那朋友也覺得自己 年長 我在餐廳有工作就好了 所以就讓杜樂 他先去學畫 那就這樣子一個過程當中 持續 直到有一天的時候 他的畫 開始可以賣錢了 可以讓他的朋友 付學股費來去學畫了 可是呢 這時候他的朋友怎麼樣 因為他工作 長期工作的關係 所以手已經粗糙 而且指頭僵硬 比較粗大 沒有辦法再去做細部的 繪畫的學習 或者是做雕刻 然後他又 對他的朋友 其實他非常的虧欠 而且也感到很悲悲傷 然後又看到他的朋友 或怎麼樣祷告 他朋友向主祷告說 主要 我這雙手已經沒有辦法 去實踐這個藝術家 畫家的夢想 請你把所有的才能 都加注在杜樂身上 這是一個蠻感動的故事 那杜樂在感動之餘的時候 他就畫下這一張 這幅圖片 這幅圖片其實對我們非常熟悉 但是他背後的意義 他就說這個朋友 等到杜樂可以賺錢 來供應他行畫的時候 他我們剛才講的 已經沒有辦法 再做細部的學習跟雕刻 但他的朋友能就說 主啊 我沒有辦法去實現這個夢想了 但是邱米把所有的才華 跟恩賜能力 都加注在杜樂身上 那杜樂是 聽得當然是非常的感動 完成這個 還農民的作品 那他同時也說下什麼 他同時也在這個作品說什麼 說我雖然沒有辦法 把這個技巧還給他的手 但是我要藉由這一幅畫去表 去向整個世界 去表明什麼 去表明我的好朋友 這樣子的愛 感激 我要去表明什麼 我要去表明 這雙手的高貴 這雙手的愛跟無私 同時他也要表達說 他這樣子畫 雖然這一雙手是粗糙的 但是卻是高貴 美麗的 讓人看到這一雙手的時候 讓人看到這一 這樣子的狀況的手的時候 去表示感激跟敬意 所以我們也可以在這邊 常常聽到一個話語就是 愛是行動 不是口號 度了他的朋友 用行動來回應 那他接受到這個愛之後 他也畫下了這一個很有名的話 有時候我們也會提到的是什麼 我們在這一個彼此相愛 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看見 看見的是什麼 在耶穌在傳福音的時候 他常常對法利賽人 有一些不一樣的想法 看起來好像是在指責他們 看起來這個耶穌好像是很嚴苛的 很嚴厲苛苛的 但是我們可以去想 去看見說其實 在我們有一段很熟悉的經文 就是彼得在耶穌被捕的時候 被逮捕之後呢 他是怎麼樣子 他是遠遠的看 而且還怎麼樣子 還三次不認主 但是我們可以在 共關福音裡面有看到 特別在路教福音二十二章的 六二十一節那邊有看到說 耶穌用溫柔的方式 轉過來回應他 他說 他是用轉過來回應 來看彼得 讓彼得自己去想 自己想起 自己成信誓旦旦的說 主啊 我要跟隨你 有吧 這段經文大家都很熟 說我要跟隨你 他講了信誓旦旦講了三次 非常地很確定 但是有時候發生事情的時候 不一定是這樣子 那彼得剛好就是 反而逃得遠遠的 而且還說 這是在別的福音書裡面說 我不認識他 有人跟他講說 你不是那個跟耶穌同活的嗎 可是他說不不不 並不是我 那我們可以在約翰福音書的 最後面那邊看到什麼 看到當 當耶穌復活的時候 他向門徒顯現什麼 他向門徒顯現 不只向門徒顯現 他還對彼得有溫柔的教導 他三次地去問彼得 在約翰福音的二十一章十五節到十九節那裡 他去問彼得說 你愛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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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用三次地來回應 他用三次地來再次去問彼得 說你愛我嗎 他其實似乎要讓彼得去做每一次的回應 再去做一個肯定的答覆 那有的人 有的人會解經說 這是彼得 這是在為彼得做內在的一致 但是聖經沒有這樣講 我們不要穿著附會的這麼說 但是我們可以肯定的是什麼 肯定的是 耶穌在遇到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他沒有憤恨不平的說 彼得 你為什麼出賣我 有可能我們遇到我們生活當中 我們可能遇到這樣的事情 我們非常的憤恨不平 但是耶穌跟他們之間的關係 卻是在被出賣 被背叛之後 還是這樣子的做回應的動作 那當然 我們也可以再把它衍生其他的 用加拉太書的六章一節 其實我們在看 我們周圍 我們覺得他是我們的好朋友 好弟兄的 他有過半的時候 我們也當學習耶穌的樣式 就是用溫柔的態度去勸勉他 用溫柔的態度去告訴他 那後面這一段話 我們就自己留意 免得也被引用 那在這個行動當中 我們還可以在這一段話語裡面 我們還可以學從彼此相愛裡面 我們可以學習到什麼 彼此相愛的人會怎麼樣 彼此相愛的人會去彼此成就對於對方 去栽培對方 並且使他可以成為負責可托付的人 就好像耶穌當時在栽培門徒去傳福音的工作 讓門徒去做跟進的工作 其實當時耶穌在地上分布門徒 向門徒分布了兩件事情 一個是心這個我們今天所提到的心的命令 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大使命 我們可以說大使命是外展的 那心命令是內在是連結的 大使命怎麼樣子 大使命是建立在這個心命令的基礎上面 我們去想想沒有彼此相愛作為基礎的話 是不可能有大使命可以完成的 沒有 雖然它根本是大使命 但是沒有這個彼此相愛的 今天我們學的這個 今天我們分享的這個經文 沒有這樣子去做基礎的話 門徒沒有辦法 去做這個 去完成這個大使命 同樣的教會 我們現今的教會 也是一樣 相愛的行動是 我們講的 彼此栽培 彼彼此托付 然後在這個基礎上 往前邁進 有時候我們會講說 我是主的門徒 有時候 看有的基督徒 會非常信誓淡淡地說 我是主的門徒 我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 我是主的門徒 我不是講說我們的信仰的凌晨 有多麼高深 我有什麼醫治的恩恩賜 我有什麼說預言 說先制的恩恩賜 沒有 因為這些恩賜怎麼樣子 都會過去 都會過去 最重要的是什麼 最重要的是愛 所以 今天這一段經文 耶穌基督 耶穌在當時 對門徒說的 說 當你們彼此相愛的時候 就認出 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我們可以說 就如同我們前面講的 有時候我們會遇見困難 我們有時候覺得受委屈 為什麼他會這樣對待我 但是 我們今天透過 耶穌當時對門徒的 教導的時候 其實 來告訴我們說 其實這個愛 有時候是帶來轉變 帶來改變的 鐵堂一號的電影 我們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其實上面 有很多感的故事 有一個 約翰哈佛這個 傳道人 這個牧牧牧師 在當時候 已經看到很多人 已經 船一直往下掉 但是他在那邊呼呼呼 諸於說 耶基督徒我們應該站起來 讓那些婦人 讓那些婦婦女 或是還沒有得救的人 先上救生船 因為怎麼樣子 上帝已經把 機會 已經準備好上天堂的 因為我們已經要 上帝已經為我們預備好的 上天堂了 我們要把這個機會去給 還沒有得救的人 有點像馬太福上面講的說 要救自己的生命 必上掉生命 要為我上掉生命的 必得得到生命 那他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行動的時候 其實他帶出什麼 他這樣的行動的時候 其實讓這一些 當時還不是基督徒的 信仰的生還者 他們去思考一件事情 說為什麼基督徒願意 把得救的機會給我們呢 所以後來有一份調查 其實後來這些生還者 有八成都成為基督徒 有這份調查 其實耶穌沒有叫我們 要像法利賽人 像文士班 有多麼高深的知識 或多麼了解他的儀式戰 但是耶穌他實實在在的 告訴我們說 你們要彼此相愛 就像我愛你們一樣 我們一起 同心來禱告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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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父神 向你獻上感謝 主 是的 謝謝你透過耶穌基督 使我們在臨裡面 得享你真正的愛 主 這份愛是勝過世間 所有的一切的愛 主 求你幫助我們 在我們生命當中 我們各樣的問題 要因為你的愛 得著一切的答案 主 我們也要說 我們要因為你的愛 得著一切的答案 也在你的愛裡面 被滋養 活出你的樣式 成為一個 彼此相愛 而你所愛的門徒 我們這樣禱告 是奉主耶穌的聖命祈求 Amen 我們用這一首詩歌 來去回應 耶穌的愛 bleshall Rosie 當世 佳箴的聖命祈求 波動 Vaki 牌 温柔又慈祥 带着主爱的力量 笑着我照亮 我的幸福在隐藏 完全地白伤 来出爱来照摸摸 在爱中的自由是吧 我愿意相逢 我愿意相逢 在你爱的怀抱中 我愿意相逢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主 永远在你的怀抱中 你是我 你是我的主 十字架上的光芒 温柔又慈祥 带着主爱的力量 向着我照亮 我的心不再隐藏 完全地白伤 我愿意相逢 我愿意相逢 在你爱的怀抱中 在你爱的怀抱中 我愿意相逢 你是我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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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在你的怀抱中 你是我 你是我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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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愿意相逢 你愿意相逢 你是我的主 你愿意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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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在祢怀抱中 祢是我 祢是我的主 再一次的在神面前祈祷 阿弥陀佛我们向祢献上感谢 主 谢谢祢透过耶稣基督的爱 释放了我们 使我们生命得着自由 主 我们谢谢祢透过祢的爱 使我们的生命得着一切的答案 主 谢谢祢 主 我们也要向祢说 主 我们在这里先吸引的 不是高楼 不是漂亮的教会 而是我们在灵里面 我们是一群在灵里面 彼此相爱的儿女 主 我们也向祢说 我们在教会 在我们生活当中 在我们的工作所在现场 我们都是祢所拣选 爱的门徒 主啊 求祢的灵 实时引导我们 帮助我们 活出祢喜悦的样式 我们在祢祷告身 奉祖耶稣的圣明感恩 阿曼 谢谢 我们下一次 谢谢观看